名义上的保镖,行动上的强盗,这是驻韩美军在韩国的名号 他们涉嫌性性妇女,却只被扣留手机 演习路上用装甲遮压死人,却被无罪释放 做出这么多离谱事,却依旧被韩国政府纵容的驻韩美军 在韩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奇存在 韩国民众愤怒到游行四北,而韩国政府依旧装聋作哑 韩国政府到底是为什么这么纵容驻韩美军 那么话不多说,继续咱们的大韩民国系列 韩国的亮丽风景舰,驻韩美军 根据韩美中央日报1月31日的报道 韩国警方把一位驻韩美军的手机给扣押了 理由呢,是为了进行取证 这韩国过了个年,真是长大了 不仅要和他的老祖宗抢东西,还敢动长辈的手机了 这次扣押呢,还得从去年的那一场美日韩一家亲事件说起 去年7月24日早上9点多 一位衣衫不整的女子,同然从位于韩国全能南道群山市的驻韩美军基地正门跑了出来 边跑呢,还边喊着,我被信请了,救命啊 女子从驻韩美军基地好不容易跑出来之后 被军务员给发现了 这之后呢,又移交给了美国宪命队 好嘛,被驻韩美军性请,又被交给美国宪命队 好一个羊重新入虎口 姑娘都喊这么大声了 虽然韩国是驻韩美军的老巢 但是警方不介入一下的 多少嫌呢,对人家受害者不尊重了 经过一番不怎么缜密的调查之后呢 韩国警方给出了他们的解释 就说这位受到伤害的女子呢,是在事发前一天嘛 而进入的美军基地宿舍区一带 对他实施侵害的嫌犯 隶属于美军第八战斗飞行团 至于这个女子是怎么进去的 嫌犯的具体军衔和年龄 韩国警方都没有进行解释以及公布 而这次事件的嫌犯则坚称 是和受害女子提前商量好的 但是受害女子却声称 是在醉酒后意识不清的状态下被刑刑的 而韩国警方呢,则认为受害女子的陈述内容 可信度比较高,所以虽然不是很理解 意识不清和可信度很高是怎么挂个味的 韩国警方依旧把这件事情 移交给了检方,把美军给告了 所以是以诺告诉我了 毕竟自古以来他也没有说 谁在自驾殖民地成为被告的先例 不过呢,韩国警察 就算是把美军给告上法庭 韩国也没有办法对驻韩美军实行审判 最后还是得乖乖的移交给美国 因为韩国这个国家的体比 他是不够审问这些驻韩美军的 一句话,他们没有那个权利 这个不单纯的是美国人不讲道理 也是韩国自己在1966年 和人家美国签过一个驻韩美军地位协定 就是这一条协定 将脚踏韩国土地的驻韩美军 直接占出了韩国法律的管制 国国享受制外反应 在这条协定里面 韩国拥有对美军犯罪嫌疑人的第一审判权 但是如果受到驻韩美军当局的请求 除非是在特别重要的情况下 否则韩国就得放弃审判权 协定同时还规定 在美国军队威信不能得到保障的情况下 驻韩美军犯罪嫌疑人有权拒绝审判 也就是说 本山大叔带着卖拐四重回审判之前 韩国估计是一个驻韩美军都审不上来 所以韩国的第一审判权拥有的很表面 在这条规定的庇护下 很多驻韩美军犯罪并没有获得实际的惩罚 例如2022年6月13日 驻韩美军就用一辆重达52吨的装甲车 在一条相间小路上 把前往邻村参加同学的倾城派对的两名女学生 活生生的给压死了 出事的装甲车 隶属于驻韩美军第八军团第二步兵时 44公民的工程车队 据说事发时 他们是打算前往首尔的一座靶场 参与军事演习 演习就演习呗 开车怎么还不争哑呢 惨剧发生之后呢 装甲车的驾驶员和管制兵 虽然被美国军事法院以过失致死罪起诉 但是两个人在11月20号和22号先后在美国军事法院被判无罪 就是起诉了个寂寞 起诉了个空虚 起诉着忽悠韩国人玩的 韩国人民呢 表示很愤怒死密打 可是即使他们在12月的时候搞了一场游行思维 但是也依然没有改变这两个驻韩美军没有受到实际惩罚的现实 不过这次示威游行呢 还是有意外受获的 那就是驻韩美军地位协定就重新修改了一下 产生了小甲鱼的臀部新规定 韩国警方以后对杀人 强奸 贩毒 殴打 致死等12种恶性犯罪的嫌疑人 在实施逮捕时可以持续拘留 而不必先交给驻韩美军 属于是无限查留留成瘾的 虽然还没有审判权 但是相比于之前来说 还是进步了那么一点点的 作为人家的半个殖民地 就是得学会在正确的时候 正确的方向唯唯诺诺 毕竟想要重拳出击 也得现实条件允许 首先人家美国手里的各种重武器就不答应这事 其次也是最主要的 韩国作为一个看似独立的国家 虽然平时可以单独行使作战权 但是他们的军队指挥权 实际上还在人家美国手里 当初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 韩国出于对自己有足够的清晰认知 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军意来 当时的韩国总统李承宛 就直接与美军司令麦卡瑟签署了大天协定 将韩国军队作战权上交给了联合国军司令 实际上就在交给了美国 朝鲜战争停战之后 韩国看到了美军的实力 希望美国的军队来保护自己 给自己形成一个稳定的战略背景 而美国又恰好打着朝鲜战争上位结束 他的好弟弟韩国仍需保护的话 想要继续执扎在韩国 两国爽向本赴 于是在1953年10月1日就签订了 韩美共同防御条约 约定好两国要你帮我我帮你 我们俩人甜蜜蜜 同时韩国基于美国在其领土 以及周围部署陆海空军的权力 这其实就是把军队一部分的指挥权交给了驻韩美军 之后两国为了更好的互相帮助 美国和韩国联手 现在在1968年成立了韩美安保协商会议 之后又在1978年先后成立了 韩美军事委员会和韩美联合军司令部 虽然名义上是由韩美军事委员会 向韩美联合军司令部下达命令进行管辖 但是韩美联合军司令部才是实际的运营机构 韩国国军前线部队的任务 都归韩美联合军司令部管 按照这个规定司令部的司令官还得是驻韩美军的四星将军 韩国的四星将军最多只能当个副司令官 所以军队的指挥权还是在人家美国手里的 军队的指挥权就像泼出去的水 韩国现在想收都毫无办法 现在韩国方面想要调动军队则是备受限制 比如韩国的空军想要使用他们的F35A战斗机的话 必须得经过驻韩美军的同意 而且韩国的空军队这架飞机进行日常维护 还需要每天早上从美军那获得16位数据链密码才可以 可以说没有美军的批准 就算是韩国空军的总司令他来来 这架战斗机也开不走 所以韩国对于驻韩美军在自己家里的胡作非为 是既不能抓也不敢抓 他们现在也抓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来 韩国与美国同流合物 还把自己国家的安全保卫工作交给别人 妄图将自己的国力变得更强大 结果却混了把自己的国家军队指挥权都给混没了 好一个独立的亚洲发达国家 殊不知靠山山会岛靠人会跑 自己发展那才是硬道理 一味的当附属 我最后只会失去的更多 行了 快乐时光组组 希望大家喜欢的话能给个点赞收藏 关注咱们 小西大和民国 再见